我们所有全球的家人们大家好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此时此刻最看望的就是超凡日 我们全家大家一起还原 一家人在一起心在一起 刚才看到老师近无止境的影片 好感动呀 吉尔老师说 我已经没有分数可以做了 但是我就是很想帮助每一个有梦的人 觉得今天我们正好喜欢昨天的是母亲节 而在母亲节的过程当中呢 就让我们看到了有妈的孩子就是宝 没妈的孩子是更好 就像我们的熊大叔一直都在讲 有家真好幸福就是在一起 那此时此刻呢 这张筒签呢 我也想送给老师 也想送给我们全球所有的 我们超凡的儿女们 给大家妈妈的爱就是成全 而妈妈的爱是抬高了孩子 却放逼了自己 曾经多少次我们都听到老师说 老师趴在地上给我们教呀 老师不停地给我们讲呀 不厌其烦地说呀 而此时此刻的超凡日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我们超凡的孩子们 我们都能感受到老师对我们那份爱 真的爱无止境呀 真的老师一直在爱着我们每一个超凡的孩子们 那最重要的呢 我此时此刻呢 特别特别的开心 开心在哪里呢 因为我都生在新疆 长在新疆 而此时此刻我却在广州 无意间的新达成创业中心 我叫费小敏 我从学校一毕业呢 就被分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单位 很多人都说 哎呀这是别人削尖脑袋 剃都剃不剃的单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穿着制服 戴着大概帽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 当时我们所有的道路上的归费 都是属于我们的单位 管理我们叫交通归费 而我最主要的是 就找一个很好的老公 我的先生是一名三级法官 那很多人都说 哎呀那你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一呀 比上不足比下有一呀 而我们的生活过得就是 等下班 等外公司 等退休 最后就是为了等待上帝来招换 两点一线 一成不变的生活 都可以看得到 我的未来就是退休以后 溜溜狗呀 看上花呀 一步一步向西走呀 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真的非常感谢我的介绍人 也是我的同学 把我带到了一场聚会 在那场聚会当中 我看到了一群与众不同的朋友 他们谈未来 他们谈梦想 更主要是我在那场聚会当中 我更听到了一个传奇的名字 而接下来在一年后 我带着一颗好奇的心 我更抱着一颗求证的心 然后坐了六天六夜的火车 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 然后终于从新疆到了广州 从新疆到了广州之后呢 哎呀 终于见到了 传说中的 哎呀 这个无意见 等了三天 然后在那一次的千里行诗之后 我真的很庆幸呀 有了我这一次的千里行诗 因为有 就像老师讲了一句话说 你选行业 都不如选名诗 我更庆幸的死 我一脚踩到了大门 进到了一个好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 我还进对了小门 那我就来到了 我们超伴的大家语里面 在那一次的千里行诗之后 又有了一年 无意见的千里传音 哎呀 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小救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进这个环境之前的样子 哎呀 我们夫妻两个人 我们一家三口 我们夫妻两人呀 抱着孩子 你看两眼无神 所有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 就觉得 哎呀 我们的孩子就是我的未来呀 我的孩子代表了我的希望呀 你看大家可以看 我是不会笑的 完全不会笑 然后我的先生呢 就是一名法官 你看穿着法院的那个制服 那我呢 面无表情 那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 我进入这个环境之后 所带来的改变 那是我们在 这个疫情之前 我们一家三口 我们开着车 从纽约飞到了 这个拉斯维加斯 参加老师的学习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着车去 这个大这个这个 这个湖湖水坝 然后在那个湖湖水坝的时候 我们大峡谷照的比较合影 哇 觉得两个 这个好像不是一家人 可是的确 只是20年的时间 给我们整个家庭所带来的 这种巨大的改变 那样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这个各位 我们所有我们超凡的家人们 请你们回复一下 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呢 我是生在新疆 长在新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成为 环游世界的旅行者 我更没有想到 我有机会 今天能在这给大家分享 为什么 就是因为 透过一次一次的学习 让我有机会 一步一步的成长 所以老师一直都在讲 成长看得见 学习是关键 而最主要的是 好水酿好酒 好土素好湖 好的环境 照旧好的人才呀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还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点点的成长和心得 真的好感恩 就是因为 当初我的介绍人 把我带到这个环境 就是因为 我抓住了一个 学习的机会 我记得印象很深 吴仪姐千里传人说 给我们谈梦想呀 谈未来呀 谈理想呀 但是我在新疆 我是很难走出新疆的 很难跨过天山的 直到99年的三月份 吴仪姐的一个电话说 小米啊 哇 陈老师来了 你一定要到广州来 还要带着你的左膀右臂 吴仪姐这一句话 电话就给挂了 我就当时一段想 吴仪姐都已经叫我到广州 我怎么也去广州呀 但是我没有什么左膀右臂 我只有三四个用产品的顾客而已 我相信今天此时此刻 无论是在手机前面 无论是在电视机前面 无论是大家一起 共同学习的家人们 我们是不是都有非常喜欢 高品质生活的朋友呀 也有很多喜欢高品质的 这个顾客 对不对 我当时就只有 只有这么几个顾客 我当机体段 就买了四张网版的机票 我买了这四张网版的机票 我更意想不到的是 一张机票 就把我一年工资的总和就花掉了 我买了四张 就把我四年的工资花掉了 好不容易 这个上班上了十多年 存点钱 然后全部就买了四张机票了 吹了个端都说存钱存钱 我说我所谓努力的存钱 估计就是四张机票而已 这个真的叫不值钱呀 但是把机票买完以后呢 我也如法靠置 给几个人打了电话 说我们要去广州了 我们要去签 这个程老师 华人之号 程老师 吴一姐打来电话了 我把电话打过去 第一个电话打过去 第二个电话打过去 第三个电话打过去 打过去之后没想到 没多久 电话全部打过来 就一个打过来 就总的胡大姐说 我不能去 我的老公说 我如果要去广州 回来就跟我离婚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我的同学 又把电话打过来说 哎呀我不敢去啊 我的爸爸 跟我妈妈说了 从来没有说 要做一件事情 还非要去广州的 你要干事 你要创业 我们不反对 我们不阻拦 但是如果你要去广州 这可不行 听说广州好乱雅 然后你要从广州回来 就两个字 哎呀 干嘛妈妈都不敢认你了 哇 当时我在想 我的嫁也没有请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 我要请假 怎么请呢 我没有假 可以请啊 我没处就是请惨价了 哎呀 我们四个人 焦头烂额的 我自己这一关 还没有搞定 但是我当天是三月三号 因为三月六号 必须要到广州 而且我们从这个 这个从我们所在的地方 一里到乌鲁木齐的机场 就要坐一天的汽车 然后从乌鲁木齐 再到广州 要坐五个小时的飞机 那一刻就在想 我的天哪 怎么办呀 必须第二天要出发 第二天找了一辆车 把他们全部拉上 拉上了以后 我们四个 哎呀 一句话都不说 因为我们就在想 怎么办呀 完蛋了 这个老公要离婚了 然后父母又不认了 然后家还没请上的 还有一个说 我请假就请假 但是我请的可是惨价呀 哎呀 无言面对了 就是这样的心情 我们四个人坐上了车 那个车就 就开始爬山 因为从那个 我们所在的地方 到那个机场 是要爬过天山的 三月天山 哇 当方断 站到那个山上 最高处叫火子沟的时候 对面来了一辆车 一挫车 我们这辆车 方向一打 去把自己给选到了 雾基边上 哇 这个时候我们都懵了 我们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们一直 买脑子 想着怎么办呀 没起家呀 父母怎么办呀 老公怎么办呀 还有孩子呀 工作怎么办呀 因为我的领导说 你回来以后工作就没了呀 而我的工作又是 削尖脑袋 别人都进不去的单位 哇 就觉得那么好的行业 那么好的单位 哇 那可是宝呀 可是没想到 车 一停下来 休活了 被憋 休活了 这是我们坐在前面 胡大姐 车窗一摇 头一伸出去 那个分家 雪啊 插地下 就把他的头发给吹起来 就像硬定型 似的 演个那个片儿一样的 他还懵懵 说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个司机说怎么回事 拉了流这四个倒霉鬼 车都被憋熄火了 哎呀 我们这时候就在想 哎呀 实在不行就不去了吧 实在不行不去了 等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从 找来了一个排胀车 把我们的车伞 从雪位当中拉了出去 伤有不胜 有可能就翻下三角了 因为正好在路基边上 哇 这时候司机说 赶紧走 赶紧走 我们说我们不去了 我们不去 行不行 司机说不行 我还有几个人在那 等着拉了 就硬发了 就拉到了 第二天 我坐上飞机 我的钱包又丢了 哇 这一路 到底是不是 偏江江大人呀 对我提到很多的考验 总算是我们到了广州 一到了广州以后 我们参加了两天的学习 就像今天晚上 这样一场学习 而在那两天当中 我看到了陈老师 我看到了季老师 我听到了老师讲一句话说 一个人命运的改变 在于您看到了什么样的人 听了什么样的话 又参加了什么样的聚会 而大家看到的 此时此刻的这张图 象限 就是我千里行尸 我们夫妻两个 穿的黑不隆东的 然后找到了吴玉姐 吴玉姐 你看穿的这个亮丽的颜色 真是为您生活天色彩呀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就是 灰毛蒙的 也就是上班下班家里单位 穿着制服戴着大概帽 一成不变 可是真是生活的色彩 那一刻就开始了 在这两天当中 我看到了不如我的 成功了 我在想他可以 我也可以啊 我看到了条件比我还要好的 他们也成功了 从美国来的 从香港来的 从台湾来的 跟随老师一起来的 我看到他们条件这么好 他们在这个事业当中 竟然又就是因为一个好的观念 给他们带来了万贯的家产 而接下来老师的一番话 想法决定了一个人的做法 而做法又决定了一个人的活法 逆境不是让一个人破产 就是让一个人破鸡路 我说哎呀 这一路不就是让我来破鸡路的吗 这一路经历了这么多 无论是车祸 无论是钱包丢了 不都是让我来破鸡路吗 太好了 哇真的越听越兴奋 越听越兴奋 我在那两场的 这那两天的学习当中 我看到了我的未来 我更看到了 我接下来我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分负多彩 从此以后 我就在想 我要好好做 我要好好做 两天的学习是结束了 可是接下来我们回去 又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 又坐了一天的汽车 离家越近 心情越无味杂成 就在想要面临现实 第一个回到家的是我们的胡大姐 我相信此刻她也应该在手机前面 然后她说 我的老公要跟我离婚怎么办 上楼的那个脚步子越来越沉重 结果等她上到楼上 回到家里打开房门 一看她的老公 笑眯眯的说 你看我不让你回 我不让你出 你不要出 不过回来就好了 回来了 幸好你回来了 回来就好了 哇那一刻胡大姐 那一颗新酒 一下子放下来了 现在她的老公说 哎呀当时我不懂吗 我不知道那么好吗 所以 哎呀细细想一想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有可能真的 当还没有看法的时候 我们的看法是最重要的 还没有看懂的时候 我们看懂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第二个就是我了 我回到单位以后呀 第二天我的单位要点名呀 费小名到 费小名到 就这么一句 就不扣工资了 结果领导一看 我们突然冒出来了 说啊来到办公室来 热别谈话 结果我到了办公室 看得特别好 领导一看扣你办公资 好好工作吧 哎呀太好了 紧接着 第三个句子 我的同学伟丽 那伟丽呢 回到家想 我要好好干 我已经太好安慰了 我要好好干 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是荣耀呀 我要好好干 回去以后 没做酒 他的父母说 哎呀女儿呀 你到广州去 他回来 怎么就不见人了呢 爸爸妈妈都摸好脚 等你回来吃呢 哇啦原来一切都是 原来一切都越来越好 哎呀所以呢 我们四位 挺惨假的那个 不好意思出门 就待到家里 等惨假一结束 正常上班 我们这四月的 现在的两位 就透过那一次的学习 我们知道 学习力代表未来 学习力代表未来 学习力代表过去 财力代表现在 没有学习力 才代表未来呀 那我们那一年 就外出跨越了 现在我们出去 学习了17号 17次 在那17次当中呢 有的时候 一个月都在路上 空梦空坐六天的火车 终于到了上海 然后又坐六天的火车回去 刚一回到家 又是要到广州 又坐了六天的火车 又到了广州 就这样 我们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了学习上 我们把学习当成第一 没有想到第二年 我们就符合资格 实现了环游世界的梦想 哇真的好开心呀 想都没有想到呀 多少我们身边的人 都没有见过护照 多少我们身边的人都会说 哇中国还是一个梦 太遥远了 可是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伙伴 一波一波的 开始环游世界 让我们很多的伙伴 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 开始坐火车 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 开始坐汽车 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 坐飞机 都没有坐过汽车 走出天山的 都没有坐过汽车 走出天山的 看到这个山上的分离 都说 哎呀太好了 原来我就是这个大山 里可以走出来了呀 哇汽车都没有走过多远的呀 那一刻我们突然间发现 原来阻挡我们的不是天山 而是今天 我们没有明师的指点 当我们有了明师以后 我们会发现 我们感慢感想 从来没有想过的也实现了 想都没有想到的也实现了 意想不到的都实现了 那一刻好开心呀 当我们第三年再接再厉 你就做到了 安利的高级营销经历 啊那一刻在想 天哪 以前觉得好像都是神话 以前觉得都是传奇 当我们一步一步跟上 老师的学习 当每一次的学习 都紧紧抓住的时候 没有想到我也可以做到 好开心呀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我们把学习当成了第一 学习这件事我是很认真的 但是呢 在学习当中认不认真 那到最后真的发生了变化 你对学习就开始忘形了 我记得有一次 无意姐每一次都是很开心的说 哎呀快来快来 陈老师来上岗了 快来陈老师来福州了 有一次无意姐打来电话 说陈老师来福州了 开心的不得了 快来福州哦 我们就马上订机票到福州 可是一订机票就发现 机票经济昌的已经没有了 因为呢 从新疆到福州的机票呢 这个航班呢是非常少的 而经济昌呢已经卖来了 只剩下最后两张 好等长的机票 我们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啊 我跟我的同学人员都没有犹豫 你立刻就买了两张头等张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伙伴 更要感谢我们的 我们的先生 给我们给到的这份支持和鼓励 哇立刻帮我把两张机票一买 给我们给到的机票 快去吧 哇塞我们两个 坐上头等车的机票 就到了福州 到了福州才发现 原来会议取消了 因为当时的政策 会议给取消了 这一取消我们就傻眼了 怎么办呢 没有想到陈老师说 你们都来了 那你就跟着我一起学习了 就在那一次的学习当中 陈老师讲到了成功领导人的 四个勇于 勇于学习 勇于认错 勇于改变 勇于承担 我一想我改了一下 我以前是长头发 我现在都皱成短头发 然后勇于改变 我以前是不会笑的 我的职业的关系 我的单力 是不让笑的 就很严厉的背带 我们所有来扮设的 可是要笑的话 这个改变经常理解就说 你要咬着圆柱表 你只要笑的话 自己都抿死 好多人觉得会笑一点点 但是经常还会忘掉 老师要改变 改变 我笑了呀 我给我笑呀 但是说勇于认错 你勇于错呀 我错在哪里 真的是听不懂 看不懂 我觉得就像老师 一直都在讲的 然后不用心 跟随学都没有用 没有太多的学习 无效的学习 不改变 在多少人都没有 那一次 跟随程老师的学习 结束之后 再也有机会 跟老师 再这么近距离地 跟老师学习 而接下来 当我们小腹肌安了 停止了 停顿了 就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享受生活了 这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程老师和季老师的坚持 老师一直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梦想 老师一直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该如何去努力和奋断 老师一直一马当先 让我们知道 老师都还在努力 我们更没有 我们更要努力 我们没有 停止下来 尤其是看到了吴一姐 带着我们一起 线上线下 吴一姐带着我们一起开发 带着我们一起训练 那一刻 我在想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吴一姐说 你可以的 你的伙伴呢 你做到了 你的伙伴呢 你得到了 你的伙伴呢 你得到了 好 让你的伙伴 跟你一起得到好呀 从去年开始 就跟着吴一姐 上海 青岛 三亚 哇 每一站 越跟越通透呀 吴一姐就反复说 没有太多的学习 是无效的学习 没有这个 没有太多的学习 是无效的学习 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接下来 就不改变 在多少人都没有用呀 哎呀 不用心 不用心学 不用心学 跟谁学都没有用呀 讲这些 所有的一句话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打在 我的心上 都敲到我的脑海当中 而我一姐更是一 从没有改变过的 跟随陈老师的学习 只要陈老师一说 你先马上拎起箱子 就跟陈老师学习 就给我们做到最好的反应 尤其是上一次去澳门 连着两次的澳门 在澳门学习当中 第一次去澳门 我印象非常深 我第一次去澳门 就陈老师看到我 说啊 小米啊 小米很棒的 小米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 会很棒的 会上 会上的 会一直会上的 哇那时候好感动 我在想 老师的亲近 就是妈妈的亲近呀 老师是希望 每一个人成功呀 那接下来 这一次去澳门呢 也是同样 妈妈老师说 小米可以做出吃鸭 小米可以呀 小米的笑话好灿烂呀 小米点面了 小米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 不得了呀 哇看到老师 对我的那封鼓励 最重要的是在那一天 我们正准备出门 韩姐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那我一姐 一看到韩姐接到老师的电话 在新荷兰的邻居 马上就跟韩姐一起 站在陈老师 新荷兰的门口 行神俱在 还有苏林姐 三个多小时呀 他们的态度让他们一路跟着老师 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在想我这二十年跟着吴一姐 只要是老师一来大陆 吴一姐开心的 兴高采烈 老师来了 只要是陈老师 一来到广州 吴一姐说 老师来广州 只要是老师一到上海 吴一姐就打了一张 老师来上海了 我觉得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就是吴一姐 兴高采烈的说老师来了 这一大的那个语调和那种兴奋度 给我们给个最好的把 一直这样 好难没有给 就像陈老师说 小米 如果你一只 而我却是一时 我一时把学习当成第一 当我上了高级小青 就停动了 我一时 又把我的目标当成第一 我参加了A50 我用一时 说一说 我都是一时 而不是一 我一想 我一想 我如果是一时 我会怎么样呢 所以这一次 回来 从澳门回来以后 吴一姐就说 老师的 老师的目标 就是我的目标 我要培养更多的人 跟我一样 老师的目标 就是我的目标 尤其是这次的澳门 然后吴一姐 一直说 老师在哪 我就在哪 老师叫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老师让我学习 我就学习 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我相信 就是因为我们身边 我有吴一姐 做最好的皇家 更重要的是 我还有一群 良师益友 像我们的苏灵姐呀 像我们所有身边的 这些良师益友 我说我是从天山 到广州 我是千里寻师 而我们的苏灵姐 才是真正 天山的传奇 和天山的故事 而苏灵姐 所有的故事 都不断地提立着我们 让我们所有 在新疆的伙伴 让我们所有 在天山的这些 这些家园们 都在想 苏灵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们身边有 这么样的一群 良师益友 才让我们在 成功的道路上 才让我们在 成长的道路上 不断地被激励 又不断地被鼓励 我相信